针对了开放大陆学历认证以及陆生来台的政策 教育部陆陆续续展开了实习场的工天会 不但希望要达成共识 同时教育部也表示陆生来台绝对不会影响到本国学生的就学机会 以及未来整体的就业市场 走进台大就所台湾一流大学 未来可能会有来自大陆彼岸的优秀学生 教育部目前正在规划陆生来台就学以及大陆学历才认 对外界疑虑陆生来台影响本国人就业 教育部表示陆生不得打工 毕业后也必须离台 因此没有这类问题 另外陆生以外加名额以及招生的总量1%为限 平均每校不到30人并不影响国内的就学机会 甚至可以为目前私校招生不足提供解套 有不少的私立学校 在招生的生源上面已经发生问题了 假如我们规定任何一个学校招收陆生 都必须要在台生有缺额的情况之下 才能招生陆生 那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而担心大陆学历才认所产生的慈禧效应 教育部长吴清姬认为才认的都是一流学府 有能力的台湾学生不一定想离乡背井去就读 这41所是大陆顶尖的学校 所以也不是我们台湾普通后段的学生想去就有机会 台湾本地前端的学生都会留在台湾 因为台湾的高等教育觉得有竞争力的 所以能够去的不多 我们跟大陆会来谈好 就是说大陆到台湾来多少 那么台湾去的不能超过这样的数目 另外教育部也规定陆生收费不得低于国内私立大学收费标准 因此并不会稀释高等教育资源 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强力竞争 台湾与世界各国均积极招收外国学生 这一步希望借此提升国家整体的竞争力 中文新闻吴博弈苗里报道